哈囉 大家好 我是艾爾卡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爾 今天我們要來玩一個非常幼稚的實驗 非常噁心的動作 也還好啦 這小時候都會這樣子啦 我們要來挑戰什麼食物 鴨扁最好吃 沒錯 那我們就來看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Toast 有把它鴨扁了 它變得這麼的薄 原本這樣 欸 我想先吃它原本 因為這我也沒有吃過 不過我也快來吃 還不來 我要吃中間 我真的不喜歡吃土質面 因為土質面是個不合理的存在 不好吃啊 好 鴨扁之後的 它其實應該是更便宜 可是 以大人盡力了 對 因為它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它其實還蠻難把它鴨扁 這東西這麼好 我又已經變成另外一種食物了耶 嗯 它是不一樣的東西 喔 SEVEN也有賣那種 就是花生夾心的 它邊邊其實就是鴨成夾心 對對對對對 所以給它的評價是 八分 就是你想要吃鬆的時候可以吃鬆 就想吃鴨扁的時候可以鴨扁 各有利弊 但它也沒有比較加分 這樣子 我看那個Youtuber 他有介紹那個 把美露粉撒在吐司裡面 要鴨扁吃 喔 感覺好吃耶 我在家裡有吃過 很好吃 那個還真的是要鴨扁 下一個是棉花糖 棉花糖比較多壓不了耶 它會崩回來 它的本人 它會彈回來 你要吃它本人嗎 那樣嗎 我以為你是說那種長得像棉花的棉花糖 就是會融在水裡面的 那種 之前是不是有一個新聞 你以為它是什麼菜瓜布還是什麼的 然後把它拿出來洗碗 然後就把它補見了 可以耶 就變這樣了 喔 它其實沒有辦法用我們那種 比較乾淨的方式 我想要趁它彈回來 我想趕快吃 對 趕快吃 沒有變耶 沒有 它是軟糖 小熊軟糖 趕快吃是原本 喔 對 我平常都是拿來烤來吃的 真的 欸 平常那個 烤肉的時候 我也喜歡 所以你覺得要鴨扁的時候 給它幾分 所以是變難吃 就是沒有必要 好 我們不要把冰花糖給來吃喔 大家不要玩食物好嗎 下一個 我覺得是經典的 這一定要鴨扁 不是說一定是大家一定都有壓過它 我沒有 你沒有 你把它 它原本長下 它超飽的耶 蜂蜜蛋糕 小熊不是都會壓一下嗎 剛剛很辛苦的把它趕平 對啊 小熊都會壓一下 我不會啊 對啊 蜂蜜蛋糕就是 好好的吃蜂蜜蛋糕就好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小熊會覺得 它怎麼那麼大塊啊 然後吃好久還沒吃完 網美擦口紅吃蛋糕 什麼意思 現在不能留住那個嗎 就擦完口紅就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這樣還不會碰到口紅 這個很難 如果你不想要那麼醜的話 你可以把它壓扁吃 好 我要吃它 我覺得它真的長得還蠻噁爛的 再吃囉 好難吃 還好吧 你封嘴巴裡面會覺得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冰冰的 扎實的一個 麵粉團 一分一分才不行 你覺得呢 一分對不對 統一 那我們小時候在幹嘛 沒有 不是我們 只有你 那我想說在幹嘛 我想說真的覺得蜂蜜蛋糕為什麼要這麼大塊 你可以分給你的幼稚園的同學吃 他們應該會很樂意吃你的蜂蜜蛋糕 可能因為我跟他們吃過 我其實真的有吃一個長得很像蜂蜜蛋糕 叫長蜜蛋糕你知道嗎 就是它下面會鋪一層那個 砂糖之類的 我知道 可是我不知道它跟蜂蜜蛋糕差在哪裡 可是我覺得很好吃 我以為你會給我一些什麼學理上的解釋 那我們來試下一個 好 沙蜜馬 真的是網路上面聲量很高的 就是要把它壓扁吃的東西 有人說要把它捏成球狀的 我小時候以為真的很想吃沙蜜馬 然後吃到我就不想再吃 我也是 我就是因為小時候 阿嬤很常給我吃沙蜜 還有一個是養根 所以我就是長大之後再也不碰這些 我也是 就小時候的味道 沒有很特別的感覺 就是沙蜜 再來就是鴨蜜的沙蜜 小心它會掉屑屑 我等一下小心一點把它打開 他是說鴨蜜之後比較不容易掉屑屑 到底是誰講 我要吃囉 試試看 它是不是要鴨蜜 好吃耶 它的麥芽糖味變重了 然後變紮實了 又變成另外一個東西了 它吃起來有點像 星巴克會賣很貴的那一個餅乾 手工餅乾嗎 手工餅乾 它的味道有一點口感像 所以大家就不用花那麼多錢去 去沙蜜蜜買沙蜜 你們只要去買沙蜜 幫我們按個喜歡 也可以去我們的粉絲專頁幫我們按讚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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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買菜 我們可以買太多錢 我們先討論一下 更多錢 感谢观看